最近这一段时间来 广州领事馆和National Visa Center 全国签证中心国务院的 他们在办理亲属移民申请的时候 对于这个公民就是申请方 为这个亲属申请移民 这个公民名字改了 名字改了之后 这个改名证明 他需要看一下 比如说你以前叫王东方 王东方改成了斯蒂芬王 这个斯蒂芬王 就是这个改名通知在哪里 我要看一下 因为这个原先 你刚十年前申请的时候 叫王东方 现在这个你经济担保书 你所有的材料都叫斯蒂芬王 那么这俩怎么联系起来呢 这是很多网友忽视的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美国改名呢 通常有两套系统 一种是地方法院改名 你就是在地方法院 要把这个改名的法院判决拿到 还有一种就是你成为公民的时候 有一个免费的改名机会 那么通常就是你宣誓之后呢 你首先拿到是公民证 公民证如果你改名了 就我刚才说了 你是原先叫王东方 现在变成斯蒂芬王 那么这个改名通知 大概是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有联邦地区法院给你寄过来 是有联邦法院的刚硬盖章的 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文件 也就是是一个桥梁 就是怎么证明 你有原先的这个名字 改为现在的名字 一个证明 很多人呢 要么是没收到 要么是收到之后 就忽视把它扔了 就后来出现了很多被动 就是你无法证明 这个王东方跟斯蒂芬王是一个人 那么就出现那个 全国签证中心 广州领事馆要这个东西 还存在其他地方也要这个东西 那有些人就遇到困难 找不到了 找不到了怎么办呢 我给你想三个办法 我也是让我的客户都用过 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你在哪个联邦地区法院 成为公民的 你去问一下 一般来说就是 近十年的联邦地区法院 他都保存着你的公民 成为公民时候的改名证明 叫那个文件叫这个 Name Chindic Certificate 这个文件是一张白纸 就是上面说明你的原名是什么 现在的名字是什么 那么这个名字也很重要 就是未来你在国内有很多资产 要进行这个买卖 馈赠银行 包括银行记录要进行改变的时候 这个文件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收到之后千万不要丢 丢了那只有用我这三种方法去追 第一种方法再回来说就是你去那个联邦地区法院 你宣誓那个法院去问他要 他通常就是不保存他会说我没有 那你至少去问一下 如果有的话你交少量的钱 他就给你印出来一份 如果没有第二种方法呢 有一个就是有个全国档案中心 叫National Archive National Archive呢 你问那个联邦地区法院的Clerk 工作人员去问 就是我们这个地区的所有联邦法院 联邦地区法院的卷宗都保存在什么地方了 据我了解就是我有个客户在哪找到了 就是加州中区法院 大洛杉矶地区是加州中区法院 他改名通知都保存在那个Riverside 有一个National Archive 那个地方 你去那个地方再交钱就可以办出来 这个办出来就是上面就是你的更名通知证明 第三一个就是前两种方法都不行了 你只有做什么呢 做一个那个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就是FOIA FOIA就是填写那个G639表 G639表在那个填写的时候 你就明确说我要那个Name Chinki Certificate 就移民局呢 就免费的 他会在你的移民档案里 他把这张纸拿出来 给你复印一份寄给你 这个也是可以作为一个证明的 这张纸拿出来的